记者张群腾苗栗报道,苗栗县政府每年元旦都举办升旗典礼,迎接新的一年,因县府裁员困窘,去年及今年都没有办摩采,明年元旦升旗将回复摩采,苗县府社会处指出,县府仍未编列摩采预算,而是企业主动赞助,提供参与相亲新的一年,能有好彩头。 明年元旦升旗典礼将在苗栗县政府第一办公大楼前广场举办,今年主题为《克敏》,原新一家亲,共创苗栗幸福城,当天处有升旗仪式,即代表客家,闽南,原住民,新住民等四大族群的表演团队,带来精彩节目,另有摩采活动,共计有34个奖项,即1500个摩采品。 最大头奖为最新一代的iPhone X64G手机。 苗历现阴财政困窮,未准结开销,去年及今年元旦虽半升旗单位有摩采,明年又恢复摩采。 苗县府社会处长范阳天指出,县府仍未编列摩采预算,事件内企业主动赞助摩采品,金额约30多万元。 希望提供参与升旗的苗历相亲在新的一年开始有好彩头。